身在以前喔 規劃管轍博德在开花以前 就把那个游览车500个位置 没有经过里长都不知情 自己就跪他进去 这一次是重复在做 压坝的行为 我请问各位 巷子里面 8米旁边 11米 15米旁边 容积率200亿 变成400 可以盖30层大楼 台北市有开过吗 还有好几栋 27层 30层 请问各位 容积率恶化变更 恶意变更 有看过台北市这样的建筑吗 请问各位 谢谢 我们谢谢刚刚那个蔡警长的补充 那就那个数据上员就做一个更正 那我们最后我们大家来谈个口号 因为现在已经9点 那个租委会大概快要开始准备上楼 广池别当美丽湾 广池别当美丽湾 松烟场案别再来 松烟场案别再来 支持居住正义 支持居住正义 反对黑箱作业 反对黑箱作业 市长好坚持 市长好坚持 居民好无辜 居民好无辜 依法还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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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池别当美丽湾 广池别当美丽湾 落实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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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拼在地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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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最后还是呼吁台北市政府 真的不要学台东县政府的这种澳洲 赶快针对广池 做一个针对广池 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你要透过还评 才能知道这块土地 适合盖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做什么样的使用 可以容纳多少的量力 这样子的动作是不能缺少的 我们最后就是呼吁市政府 请赶快依法还评 不要再规避了 如果你们继续规避还评 我们民间团体一定会提高 以上谢谢